大家好 在我們這個系統裡面 我們有所謂的騎兵舞寶 五種短的騎兵 第一種扇子 第二種雨傘 第三種短棒 我們有時候可能會拿動箫 或是以前講的那種和眼桿 都是一樣的東西 第四種 雙拐 第五種鐵齒 其中後面的兩種 雙拐跟鐵齒 它都是屬於雙手兵器 這是鐵齒 它是屬於雙手短兵器 我們在上次有講過 雙拐的一個應用 我們今天就來講一下 鐵齒跟雙拐 它的一些差異點 兩種面具看起來很像 都可以在手上旋轉 可是我們可以從它的造型跟它的材質來做對比 拐帶做的時候通常都是以木製的為主 古時候的工匠機 當然有可能可以做空心的鐵管 可是它畢竟是比較難 所以如果你是在以前拿著雙拐用石心的鐵做的話 它會變得很重 其實它就不適合在短命交接的時候那種很靈活的來使用 所以我們在用雙拐的時候 通常它都是以木頭為主 因為它的材質問題 所以它就不會像拐這麼的粗 然後這演變出它的一些應用方式 我們之前講拐它比較像拳 比較像棍 握著使用的力量比較像拳 鐵齒它在使用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它其實就有點像爪像紙 這邊張開它像我們爪 這邊比較長它像紙 所以它其實就有點像長紙的變化 跟拐的力量應用 它是用拳 在使用上它就有手不同了 我們在使用的時候 譬如說我們有架有打的動作 可是它有些動作是用搓的 回來它是用刮的 它這邊可以撞 這邊可以刮像弧轉 所以如果我的動作是用來做鎖兵器使用的話 通常我們是這樣子架 可是你會發現我這邊 這個地方像我的手 有沒有 抓可以抓可以帶 所以我在做兵器的一個架格的時候 我可以扣進去 旋轉旋轉 對方就拖 我進去 有沒有 我就可以把對方兵器鎖住 這是第一個 我可以做到鎖兵器 當然我們在鎖的時候 我不需要用到兩隻 架 這邊 我只要一隻手就可以了 另外一隻手就可以做攻擊 這樣子 對方可以收回去 再一次 角度 卡住 這個動作 它也比較不像拳頭 比較像 砍 手刀 所以它一樣是屬於 執掌的變化 以雙拐來看的話 有沒有 一樣是一個架的動作 可是我就沒有鎖兵器的 效果了 你不可能用兩隻 它一樣可以 一樣可以收 收掉 所以我們如果要鎖兵器的話 我們只能用身形來帶動 用身形來帶動 我要打的時候 其實它的動作 比較像 拳頭 因為我的拳頭是握這樣子 雖然看起來跟鐵匙的那種打一樣 可是它的力量 借你這裡 我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它不會痛 我真正要用力的時候 我不是 不是用這裡 是用這裡 所以我真的要這樣子打的話 我就不會只 用這邊的力量 而是用這邊握拳的 這個地方的力量 材質問題 他現在很怕 好恐怖 材質的問題 所以我 就是用前面 我們剛剛講過了 這樣已經很痛了 對 有沒有 所以 兩者 看起來很像 都是在手上可以旋轉應用 可是因為材質跟造型的不同 它真正使用的時候 其實是變化很大的 所以你 會用鐵匙 不一定會用雙拐 會用雙拐 可能不會用鐵匙 說穿了 其實大家看到這兩個武器 他最後還是要問了說 現在治安這麼敗壞 剛好你這兩個武器都沒有在管制品項上面 那如果我要買來防身的話 我是買哪一個比較好 我可不可以直接就是說 我也不要練你那些 反正我都看過你的影片了 我就是這樣子練 我知道你拐子就是用棍用拳的感覺 我的這個鐵匙就是用劈用雜用爪的感覺 那我就自己發明套路好了 我還需要什麼基礎嗎 我就是買來我就可以用了 如果是說你就買來自己要做黃身使用的 對 我沒有不用練武器 比如說我放在車子裡面 對 那這兩種兵器來講的話 其實雙拐會比鐵匙比較適合 為什麼 因為我們剛剛講過造型的一個原因 我雙拐拿出來 人家會覺得它是木頭的 第一個 威脅性比較沒那麼大 第二個 它的造型比較沒有那種尖尖刺刺的地方 看起來比較溫和 對 看起來比較溫和 對 你拿出來 放在身上拿著 人家比較不會說 你拿著那個兇器要怎樣怎樣怎樣 就也不用 因為你知道你是教武術的嗎 你也不是賣雙拐的 那這樣子 你要替你自己做點生意啊 不然人家直接買雙拐 也不用來找你練武術了 對 這種東西其實應該這麼說 你拿雙拐 你不會用跟你拿著兩根短棍 其實是一樣的 你短棍你搞不好你還覺得比較 使用一點簡單 因為它不需要 我反正我不會 我不需要轉 對 所以如果說 我們像這樣的一個短棍 那假設我今天 我也不太會用 但是因為我有看教練影片 對 像拳頭一樣用 那我想要擋 我想要擋 可是我也沒有腳步 也沒有身形 對啊 有時候可能就會像這樣子 但是你想要用 可是你的 應該講說 你不管拿什麼兵器 它的最基礎的一個地方 就在你的手腳 你有沒有練過 你拿兵器的感覺就不一樣 那如果像這樣講的話 其實就應該回歸到套路的部分 對 因為以傳統武術的一個套路來講的話 其實它就是在練習我們手腳的一種連結 是 力量的一種順喪的一種方式 是 而不是說我這一招一定要怎樣 使力打出去有多少 所以是說套路是教我們一個 不管是兵器還是徒手 它的一種使用的邏輯 對 它不是說我硬要把這個公式套在這個狀況下面 而是我練了很多不同的組合方式 我要自己看狀況 對 因為我們之前我們就講過了 所有的套路的招式 它其實都是一個壓縮包 是 你如何去把這個解壓縮開來 你壓就是解壓縮 你解開的越多 你可以使用的情況可能就越多 我們在練習的時候 其實就是有點像這樣子 所以 同樣一招 人家可能說這一招它是他的結招 另外一個人可能說 我練了這一招 結了我不知道怎麼用 有沒有 因為每個人在練同一個招式的時候 他可以看到了角度 看到了範圍不一樣的時候 對 使用的方式就不一樣 對 所以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能不能請教 因為我們的騎兵套路裡面 剛才教練講過也有短道 對 那這種 這樣我這樣講好了 我看到這個 我說這東西我哪還需要學什麼套路 我拿起來朝他頭上這樣砍下去 不就可以了嗎 對不對 那我又不會路上遇到陳教練 對不對 我遇到了另外一個普通人 我就不相信他能夠懂什麼東西 我就這樣子朝他揮 對不對 可以這樣講嗎 其實武術還是沒有用 因為你們這種武術家已經快絕種了 我也不要擔心在街上碰到你 好 那我們可以意想另外一種情況 你拿著短棒 你這隻比較長啊 我拿一隻一樣短的給你 不是 情況就像這樣子啊 沒練過的人 你拿著一根短棒 你現在也天下無敵了 對 我這隻 欸 我也是短棒啊 大家對短的定義不太一樣 對啊 對啊 一寸長一寸強 可是這種情況就有點像 我只練了一個招式 嗯 對不對 你沒辦法去用 另外的那種 就是可以使用的方式的時候 就有點像 你的短棒拿出來就是這麼長 我的短棒拿出來就是這麼長 所以其實有一種狀況是說 大家就變成這個軍火比賽 對 對不對 到最後就只能變成是這樣子的 好 出門我就穿著盔甲 嗯 嗯 對 防彈衣 頭盔 短棒不行 我就拿著長刀 對 長刀不行 我就拿著AK 對 一步一步延伸 對 最後就是要用那個超音速導彈 來打對方跟我違規行駛的汽車 切我車頭 對啊 可是這又已經不是我們剛開始講的 我要練習武術 所謂的公敵或是所謂的防身的一種最開始的一個初衷了 當然應該講說在武術跟防身這樣的概念裡面 它當然可以一路延伸下去 對 這會變成有點像講的人的抬槓 嗯 嗯 但是我們其實回歸到一個就是說 為什麼有騎兵 騎兵其實帶給我們 像老師剛才有講過有動箫 有這個雨傘 這些東西在過去可能就是它民間生活的 在現在其實雨傘還是我們經常用到的東西 對 那這些東西其實它之所以套路 其實是給我們一個身體的邏輯跟方向 而並不是真的要求我們執著在某一個武器上面 對 我們只是說我藉這個我隨手就可以拿得到的一種兵器 或是說我不要講兵器 隨手就可以拿得到的一種隨身物品 對 我短冒搞不好就是拐杖啊 其實是拐杖 登山杖什麼的 像這個就是一個作為麵包師傅 作為一個蛋糕師傅 我們現在在長進的蛋糕師傅 身上帶一隻擀麵棍 你好像不需要擀麵棍 所以其實就是我隨身可以拿得到的東西 我根據我拿到的東西的特色 重量、方向、形式 對 我可以用我的身體的感覺 做出最好的一種防禦攻擊的模式 所以其實在武俠小說裡面比較誇張說 非花災葉均能商人 我們雖然不要做到這麼誇張 這麼厲害我們辦不到 但是其實從原子筆寶特瓶雜誌 對 一路都可以用 就好像我們看成龍比較中期的那些電影 對 椅子、桌子 對 看到拿得到了 他都可以當作他的兵器來使用 其實就有點像這樣子 騎兵 其實剛開始他的初衷可能也是這樣子而已 像你的iPhone 13那麼重 也可以拿來當武器 跟你的命比起來 對不對 對啊 所以謝謝老師今天跟我們分享這些 兩樓 謝謝 好 謝謝 感谢观看